字幕志愿者 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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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土來做這個罐子 黏土的部分呢 我們這次就不用是規定一定要用青土 我們這次可以用一般的樹脂土啊 或者是一般的 一般我們在樹脂裡面買到 各式各樣的黏土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黏土它是要放在下面 它不用有重量的限制 那我們現在還除了這個黏土之外呢 我們還要準備就是空罐子 可以是塑膠的 它也可以是玻璃的 那塑膠的玻璃的呢 它在黏的時候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這個罐子呢 在黏的時候像這個黏土呢 如果說你只是把這一個 一個東西單純的東西黏上去 你用的是白膠呢它很容易就脫落 所以呢我們在黏的時候 如果說你要做這種黏法 你可能要去買一些特殊的膠 像是3M出的一些比較 可以專門黏玻璃的這種膠啊 我們可以要去找一下 可以黏玻璃的膠這樣子 那否則呢我們今天就是準備了一罐白膠 那白膠呢我們原則上還是選擇這種可以尖頭的 那它可以控制我們擠出來的量 然後我們可以擠出來的位置 手比較不會容易弄髒 還有呢就是黏土 接著呢這個塑膠墊就是可有可不用 為什麼可有可不用呢 可有可無呢 因為呢如果說你要做一些小裝飾品 你要在這上面做 那就得準備 如果你要裝飾品直接在這個罐子上面做 你就不需要這個東西 那接著呢就是大概一條抹布 然後呢有時候我們可以準備一個吹風機呢 有時候可以把上面做好的東西 稍微吹乾它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了 今天呢我們要做的是這種條狀的盤旋上來的這種的造型 那我們可以選擇我們喜歡的顏色 一樣 我們呢找出 我們先揉出一些 我先找出一塊來做它的底 這個底呢 你可以像是我這個罐子的底一樣 我這個罐子的底呢 它的部分呢 它是用它還是有做螺旋的 因為我覺得呢 因為它這是有點透明的 如果你拿起來看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看到裡面的顏色 它這個顏色如果完全乾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還是有一個造型在 所以你如果喜歡這種造型的人呢 你還是可以去做一個變化 底部的時候也可以做個變化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揉出一個圓 那最好呢 你也可以在這個墊子上面 直接做盤旋的動作 可是呢我想要直接在這上面做 那我先在這上面塗上白膠 稍微的塗一下 大概都有 均勻的分布 然後呢 在旁邊這邊稍微把它壓扁一下 大小大概是到我要的 放上去 輕輕的壓一下 不要壓太薄喔 不要壓太薄喔 接著呢 你可以再選你其他你喜歡的顏色 我們可以做這個 我們可以做這個 我們來做 揉 那我大概繞一圈呢 大概這樣就夠了 你如果繞很多圈都是同樣的顏色呢 它其實造起來就不會那麼特別 所以呢 那一圈多一點沒有關係 來 輕輕的把它繞上去 你如果喜歡細一點的 有變化一點的 你可以細一點 那細一點呢 那風格感覺起來也會有不同的效果喔 那這邊如果不夠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在邊邊的地方 再補一些些的白膠 免得等一下下一條黏不上去 那接著我們再來選其他的顏色 揉一揉 拉長 搓 搓出你要的粗度 原則上不要太粗 好不好 太粗的話你要看你的罐子的大小 如果太粗的話呢 做起來其實不是那麼的漂亮 一樣 那我們剛剛這個接的地方把它繼續接過去 手沾到的白膠沒有關係 用另外一根指頭 好 那我們先把白膠 手上的白膠擦一下 壓一下 讓它均勻一下 推一下 不要讓它有空隙 你現在看到這個白膠白白的地方 如果它乾掉之後呢 它那個地方是沒有 它那個地方是會變透明的 所以你如果這邊的黏土是沒有接合好的話呢 它待會那個地方會產生出一個洞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要把它拍好 拍好之後呢 一樣 那它用白膠 繼續 那我喜歡 直接在這個玻璃上面 直接這樣做起來 等一下呢 我至少 因為你看到這個玻璃上面有一點白膠 你這個黏土壓上去的時候 它白膠自然會推擠到兩個黏土的交接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看 等一下我如果在做接合的時候 我會跟你們提醒一下 那不要擠太多喔 否則你的動作如果不夠快 它會整個一直往下滑下去 那我大概做這麼多 我就不用一直過來塗白膠 來 那我們現在找到了綠色 多的先沾到旁邊去 那你們有看到 我今天為什麼不用大紅色呢 目前為止我都沒有把大紅色出來用 因為上面呢 等一下我想要像這一個 我們現在事先做好的這一個一樣 我們上面要做瓢蟲的裝飾 所以我想要把紅色這個顏色留給 留給瓢蟲 黑色一樣我也不用 因為我想要留給瓢蟲的斑點 好 那這樣子我們再來接合上去 所沾到白膠沒關係 趕快擦一下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拿起來 稍微轉一下 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擠下去的時候 你看 裡面的白膠 也跟著被擠到它的膠接觸了 所以這就是它的優點 我先把這邊做個調整 先把這邊做個調整 調整好了之後呢 再繼續把它黏上去 那這個罐子呢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罐子 你不一定要把它整個 像我這個上面有留一點透明的 你也可以把它全部的黏過去 你也可以把它留著一點透明 看你的喜好 好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不把它翻過來呢 因為它有一個重量 它會把東西給壓扁 壓扁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我可以用手壓扁就可以了 只是呢我不希望它在 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 一直壓下去 所以我想要把它翻過來 這樣子做 好 接著我們再來找下個顏色 你可以 你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現在有照著 紅橙黃綠藍電子的顏色 也許我們這邊沒有電 電就是 電色其實就是介於 藍色跟紫色之間的 那個顏色 所以你就是可以調一下那個顏色 好 接著呢我們再來做藍色的部分 揉 用我們的手掌的部分揉 過長 收掉一些 粗度呢我們要自己控制好 如果我大概是這個 這個 資料夾的寬度呢 我大概每一條都揉這個寬度 它揉出來的呢 才會怎麼樣 它的這個線條呢 才會是 不會說有的過長 有的要繞兩圈 有的要繞三圈 這樣子 我大概都讓它繞一圈多一點 好 下個顏色繼續的 纏繞上去 一樣 繼續的 你看 你看 一圈多一點 接著呢 我們的紫色沒有怎麼辦呢 啊 我們就要來調顏色 粉紅色 或者是紅色加上藍色呢 這種洋紅色加藍色就會變成紫色 你看喔 我們這種混色 拉 揉 拉開它 一邊揉一邊拉開 紅色多一點就會偏紅 藍色多一點就會偏藍 如果你看 這樣不夠的紫 我先把一部分拉掉 再把這個粉紅色拉進去 揉進去 好 一樣我用我比較習慣的方法 我喜歡這樣放在手掌 這樣壓揉它 好那我們就出來一個 這個是接近的藍紫色的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用藍紫色來做 揉長 這個先把它拿到邊邊去 你們知道嗎 這個黏土啊 很多很多的教育專家 其實都會建議小朋友 他們可以去做黏土 一方面呢 這個黏土在做揉壓拉的過程中間 小孩子會釋放出他的壓力 有些小孩子呢 他沒有辦法怎麼樣 很適當的去表達一下他的想法 或者是說 小朋友他畢竟不像大人 可以好好的表達自己想法 如果你知道還有一個 其實我們現在家長 社會現在壓力都很大 現在小孩子呢 他很少很早就會開始接受一些 社會的壓力 所以呢 有時候呢 我們家長可以多讓他去玩這些東西 那玩這個東西的過程中間 他一方面也在塑壓 一方面怎麼樣 就是有學到東西 有玩又有學 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我先把這個剛剛處理一下 因為我發現呢 這個縫隙的位置呢 有一些白白的 那這個就代表說 如果待會他乾掉的時候呢 他乾掉的時候呢 他乾掉的時候呢 就不會 就會出現一個空隙 這是我不要的效果 所以呢 這邊稍微把空隙的地方壓平一下 好 那接著我把這個紫色的位置 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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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著呢 我 我預計要把它做到這個高度 所以我們很快的趕快再繼續來做 接著呢 我們再回到粉紅色這個位置 一樣 因為我的手剛剛有摸一下抹布 所以它是有點濕的 所以我們常常說 手盡量把它保持乾燥 那如果你的手會出手汗呢 其實你在做黏土的時候呢 多多少次會遇到這個問題 但是呢 也沒關係啊 就是讓它表面有點黏黏的 也沒什麼關係 或是 有一點點髒 也還好吧 反正現在有時候有 我們可以用那個牙克力的飲料 把髒掉的地方給怎麼樣 顏色給 稍微用同樣的顏色給 蓋過去啊 補過去啊 一樣 會流手汗的人 還是可以享受這個 玩做黏土的樂趣 好 那這個不夠的位置呢 一樣 我們再來做 上膠的動作 做一個上膠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 接著我們繼續把它給黏上去 拿在手上 手指頭伸進去這樣子 在轉的時候也蠻好轉的 反正可以好好的掌控它 你看到這個交接觸的時候 我會這邊再特別的壓一下 不要讓它有太多的空隙 這個 這一次我紅色做的比較長一點 所以它繞了大概 一圈半 所以我下一個顏色可以再短一點點 那又來到了橙色了 橙色呢 橙色呢 就是用黃色呢 加上一點點的紅色去調出來的 那我們在調的時候呢 其實它的紅呢 大概就是用這種洋紅 只是這個洋紅 它也不純粹是洋紅 它裡面有加一點點的白 要不然應該是有點像是 粉紅 像是那種 我們所謂的這種紅 其實已經是有加黃的 已經是洋紅加黃了 所以這種紅呢 基本上要調出來的顏色 並不是那麼的漂亮 一樣 好 那大概這一條我們做上去之後呢 大概就可以做完它了 一樣交接處壓一下 預先壓一下 膠不夠怎麼辦 膠不夠的時候呢 等一下我們還得再去黏一次它 再去沾一下膠 像這邊就不夠了 那我們這邊要再加一些 好 那做完這個動作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表面呢 給整平一下 稍微的整理一下 看哪個地方有縫隙啊 如果你要故意留縫隙 其實也是可以的 不是說不行 那我們先用這個 乾淨的抹布呢 上面有一點點的水 把多的白膠給擦掉 你的抹布上面如果是很粗糙的呢 它在上面擦就會留下痕跡 所以你呢 在上面擦的時候 第一 抹布我們可以找細緻一點的 第二呢就是 不要太用力去擦它 接著 我用我的手 去 把形狀壓平 順便壓緊它 讓它們彼此之間 結合得比較緊密一點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做什麼 我們就要來做 我們的 我們的 瓢蟲 那這個瓢蟲呢 怎麼做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首先 我們就要準備 紅色的 或黑色的 其實瓢蟲不一定要 紅色或黑色的 你也可以做 綠瓢蟲啊 黃金瓢蟲 這些都是真的是有的瓢蟲 但是呢 我們今天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紅色的 來做一個比較 大概一眼就看得出來 那瓢蟲呢 有的人喜歡做 做有角的 像我這個鼻桶上面做的角 是有角的 那有的人是說 他的身體呢 很圓 他把他的角都給遮住了 所以做沒有角的 也很可愛 那我們今天呢 來教你怎麼做 有角跟沒有角的 首先呢 你要先量一下 你這個圖呢 你大概這麼大一坨呢 你壓下去之後 它會變成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圓 所以呢 明顯的已經過大 除非說這是你一個 大的左腳 這樣OK 如果不是的話呢 大概 大概就這樣的大小 就差不多了 這樣的大小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不要太大 好不好 那我們大概再把土呢 稍微正著的捏掉一些 我先把這些不用的土 收回去 免得浪費了 那我們拿到這些土之後呢 拿到紅色 我先把紅色拿多一些出來 還有黑色的 拿出來之後呢 都先揉一揉 紅色再多一點 我先做一隻大隻一點的瓢蟲給大家看 因為我這樣在做的時候呢 你們也會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的手也比較好做 速度也會快一些 你們要記得 大的東西呢 因為我們的手不大需要去做一些很小的細節 所以大的東西再做起來呢 它會比較快 而且呢 也會比較容易精準 小的東西呢 越小的東西 它就越難做 因為呢 我們的手呢 如果說你的小朋友 你是女生的手 也許還好做一些 或者說你的手很細很巧這樣 那不然一般人的手呢 你如果說沒有到很小的地方 你沒有特殊的工具 去做很小的黏土呢 做起來其實不是那麼的簡單 好 那我們做了一個圓之後 把它給壓平 壓平之後你要記得 飄蟲的身體呢 有兩個端點 一個是黑的在一邊 另外一個是紅色的這一邊 那一樣 我們把黑的這邊用好 用平 用手指後壓平它 可是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 它身體已經變成扁的橢圓了 那一樣我們在兩邊推一下 把它推長一點點 但是不要太長喔 然後角落的地方呢 用你的兩隻手指頭尖尖的地方 頂起來這樣尖尖的 上面壓一下 頂起來尖尖的 壓一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 半弧狀的 然後這個時候 稍微把它拿起來一下下 這樣它下面就不會 完全的固定在這紙上 接著呢 我們再來準備 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呢 我們揉一揉 揉完之後用手 大概 比例大概抓一下 一樣先把它拉平 拉的跟它的寬度一樣 寬度一樣之後呢 讓它變成一個 帆船的形狀 像是一個微笑的嘴巴 像是一個微笑的嘴巴 然後呢因為 兩側這邊尖的 要接在平的 尖的這一個角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大概可以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給沾上一點白膠 請各位注意一下我白膠的用量 不用太多 不用貪心 這個白膠呢 黏土本身已經有黏度了 你沾上白膠之後呢 它黏上去之後幾乎就是不會掉下來 你手不要太過粗魯的去用它都還好 這樣子 為什麼不擠太多呢 因為你擠太多 它會被你在壓擠的狀態下呢 會往左右上下溢出來 你可以看到 那我這隻瓢蟲的身體呢 你可以這樣子左右 拍一拍 手沾到一點白膠 擦一下 是不是就一個很漂亮的形狀就出來了 接著呢 我們要做它身體中間的線 中間的線怎麼做呢 一樣 抓一個細細的點 用手指頭 你如果發現這個太光滑的話 用你的手 手掌 做那個平抬 手指頭這樣搓一下 戳好之後呢 你去發現 看看它會不會太長 太長也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剪掉 那你們再看看背這邊的白膠用量 從頭到尾這樣子 那我們稍微比一下 好 這個長度大概是可以的 那我從這一個端點 手指頭輕輕地壓著 還不要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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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次運氣真剛好 做起來呢 剛剛好一樣長 那可是呢 如果呢 我們怎樣 做起來不夠長的話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這樣把它給 做起來太長的話呢 我們就要注意 太長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指甲 先把它捏掉一些 然後再把它做一個收尾動作 可以用指甲捏掉一些 再做個收尾的動作 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 點 白點 比如說我做二星瓢蟲 就是身上只有兩個點 那你可以先做兩個大小一樣的黑點 壓上去 壓上去 放下去 你喜歡大一點的點 你就做大一點 你喜歡小一點的點 你就做小一點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眼睛了 眼睛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拿一些別的顏色 白色的啊 黃色的啊 藍色的啊 都可以隨便你喜歡什麼顏色 底色你可以選一個顏色 我想要讓它單純一點 就用白色的 白色的兩個呢 我們把它這樣選 大概抓出來之後 我想要做大眼睛 我想要做Q版一點 Q版的東西呢 就是眼睛大大的 身體小小的 它有一些公式嘛 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些公式 點兩個點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不要貪心 你看 下面的白膠都溢出來了 這樣就夠了 好 接著呢 我們要用黑色的點 來做 它的眼睛 你如果要戴大的黑眼珠呢 它有放那個 它有戴那個瞳孔放大片啊 你就做大一點 它如果沒有呢 你就做小一點 好 那我們這個呢 你自己去幫我做決定說 你覺得這個是大的還是小的 我都不說 好不好 我都不說 大的還是小的 那這個東西呢 等它乾的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小心的 用手這樣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之後 下面讓它乾 之後呢 你如果要做它的腳 一樣 就是像這隻一樣 翻過來之後 這邊 黏一下 在它紅色的身體部分 黏一點白膠 之後呢 再用黑色的 稍微拉長長的東西 長長的一點小小的 短的線條 壓上去 就這樣壓上去 壓一條兩條三條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瓢蟲呢 放到我們喜歡的瓶子上面去 比如說我這邊要放一隻瓢蟲 在這個交接點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做得不漂亮 可以這樣子 放一隻瓢蟲 上面這邊有一隻瓢蟲要爬下來了 再黏一隻 稍微的壓一下 下面這邊呢 再做一隻 然後呢 我稍微的看一下 稍微的看一下 我現在要兩隻再講話 那這兩隻 做在一起 就可以講話 如果你覺得呢 這樣的畫面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完成一隻 我們就可以完成一個 今天我們做的瓢蟲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畫面太單調啊 你上面這邊 可以做一點點的白雲 然後呢 你甚至可以在下面這邊 像這個一樣 做長長的草 捲上去 塗一點點白膠 把這個捲上去 做一點捲肚的 或者做白雲啊 做綠葉這些東西 都是看自己的變化 那我們今天這一隻瓢蟲呢 就這樣子做好了 瓢蟲的罐子 還有那個捲曲的線的這種 彩色的罐子 就這樣做好了 希望你今天 喜歡我們今天的課程 那我們呢 李子花花呢 希望你有機會的時候 再過來欣賞我們 李子花花 所有教的課程 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課程喔 有時候是黏土 有時候是 像框 有時候是鏡子 所以呢 請你們要 繼續的準時收看 李子花花 謝謝觀賞